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汽车之家里面 这个饱满武器的这个图片 把它给爬去下来的 但是爬去下来 虽然爬去下来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们爬去它的这些图片 只是一个这样的缩裂图 对吧 那么缩裂图的话 其实就没有多大意义的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些 高清图片把它给下载下来 那才比较爽 对不对 而且我们上几个讲的话 就是只讲到什么呢 只讲到只获取到 这一页当中所有的这些缩裂图 其实 它在每个分类下面的话 还是有很多 还是有很多图片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去看一下这个车身外观 我点一下更多 它来到车身外观的这个页面的话 它这个下面 除了前面那么一点点 后面还有很多 你看这个下面还有方页 所以的话我们上几个讲的那个东西 获取的那个图片的那个数量也是不够的 对不对 好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把所有的那个图片 它对的那个高清图片 全部都把它给下载下来 全部都把它给下载下来啊 好那么我们下载这个图片之前啊 我们在写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啊 就要对这个网页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现在我们下载的是这个缩裂图 对不对 那么我怎么去找到它的这个高清图呢 我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这张图档的那个高清图 那么我们点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来这个图片的那个高清图的啊 实际上的话你把啊 浏览器滚动到下面哈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查看高清图啊 那么的话就来到这个查看高清图的这一个页面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来看一下哈 就是分析一下这个高清图和那个缩裂图 他们这个UR之间的一个人的关系 好这边我们来到这个缩裂图这一方 我们右键复制图片地址 对吧 然后后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subline 这地方我们来 这是那个缩裂图的那个地址 对吧 然后的话还有是那个高清图片的那个缩裂 那个地址啊 然后我们这里面可能加C 复制份 然后的话来到这里面啊 后面这个你可以不用管啊 就是这个紧号这个缩裂图啊 你看啊 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我这个地方把这个紧号把这个上掉啊 再走下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啊 对对 说的话后面这个紧号这部分是可以不用管的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什么呢 相对是可以对这个两个U2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这两个U2的话 我们经过分析 是不是前面这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对对 然后的话 后面这部分是不是以后面这部分基本上好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吧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吧 是不是这个高镜图的话 它其实就是对这个缩裂图给了啊 这个U2给了进行的一些简单的变化 就是把这个T杠把它给去掉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那个高镜图的话 是不是很简单啊 对不对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我们右键复制图片地址 那么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图片地址的话 是一个缩裂图的图片地址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这里面将这个T下干把它给删掉 再来寻求下 是不是就拿到了这个图片的那个高镜地址 对对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相当是已经知道啊 如何去获取这个缩裂图 它对应的那个高镜图片的那个地址了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规律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接下来我们下部要解决的工作就是什么呢 我怎么能够获取到所有缩裂图的那个地址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能够获取到所有缩裂图的地址 我按照 多按这种 多按这种方式去把那个T下滑线把它给去掉 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所有图片的那个高清的地址 对不对 好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次的话 这次的话我们 呃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找啊 然后的话我们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我们这个网页啊 这个网页啊 我们要 比如说我现在要拿到车身外观 这个分类下面所有的那个缩裂图的地址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要进入到这个更多的这个页面来呀 对 更多的这个页面来啊 然后的话这个更多的页面的话 他还需要进行分页 对不对 还需要进行分页啊 那么我们这次工作的话 如果我们通过传统的那个爬出去写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需要去获取所有分类的那个UR 这个更多的这个页面的地址 只要更多的这个页面地址以后我还要去获取他总共有多少页 这里边再获取呃 枫叶的这个地址对对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 之前我们是不是学过一个爬中叫做什么呢 叫做CrowSpider CrowSpider你只要给他指定这个UR的这个规则 那么他在整个网页当中去找 只要能够找得到所有网子这个规则的UR 他都他都给你自动的去扒取 是不是这样就比更加爽一点啊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去找啊 找什么呢 找那个更多详情啊 更多列表页的他那个UR 他的那个呃规则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上面 然后右键来复制列列列地址 只要的话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啊 这个的话是更多的啊 更多的这个页面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更多 就是中控方向盘的啊 右键来复制下列列列地址 那的话来打开这个赞不来啊 好 这个地方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啊 这个地方车厢座椅复制列列列列地址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来打开啊 呃 后面这部分你可以不用管啊 就是这个警号这部分的话 其实有没有 无所谓啊 这个警号这部分啊 有没有 无所谓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 这三个更多页面的UR 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不是前面这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后面这部分的话 后面跟个杠 后面要跟个数字 是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只有这部分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我们 这是在更多页面 如果我在更多页面 我还想来到第二页 我还想来到第二页 那么我们把第二页的地址再来复制一下 复制链接地址 然后这个地方拿过来 那么它其实也是满足这个条件 就是前面这部分都是保持一样的 然后后面这部分是不固定的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FML 说的话好 我们现在就找到一个规律 找到什么规律呢 就是你只要是以这个开头的 那么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都是会去展示 会去加的这些图片缩列图的 一个这样的UR一个这样的页面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就找到这个规律 然后的话就可以去写这个代码了 好吧 那么现在我们去写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就不能使用之前那个传组的发送的 我们就要给它改成这个什么的 CrowSpider了 好吧 好说的话 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PyCharm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说让它继承自这个CrowSpider了 而是让它继承自这个CrowSpider 那么我们来导入一下 from这个什么呢 scribe点那个Spider 嗯 Spider 把impot来下这个CrowSpider CrowSpider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叫C 这个地方 继承自这个CrowSpider 继承自这个CrowSpider以后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去给它指定一个人的规则 对吧 I-U-L-E-S Rose等于这个东西 I-U-L-E-S 等一个这样的圆祖 只要的话 这个里面的话 再把那个Role的那个东西把它给导入一下 这个Role的话 也是在这个里面 I-U-L-E 只要的话 还有是那个什么呢 LinkSpider LinkExpider 那么我们也把它给导入一下 from这个什么呢 scribe点那个 LinkExperators Experators Import一下这个 LinkExperators 对吧 好 那么拿到这两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写一个规则的 好 那么首先的话就是Role Rule 然后这个第一个参数就是给一个应个Experator 对吧 好 这个里面的话 第一个参数就是Allow 就是允许哪些域名 允许哪些域名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 已经跟大家分析了这个规则 对吧 那么其实就是这部分 这部分 可能叫C 然后的话 这一番 可能叫V 好 后面的话 就是可以出现任意的字符 我们就给个点号 但是必须要有 这个地方就给个加号 好吧 就给个加号 因为在这个后面的话 它有可能出现什么呢 还有可能出现干 还有可能出现数字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还有可能后面会加一个警号这个东西 对不对 警号 然后Process 什么ID ID 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会出现这个东西 说的话后面这一部分我们可能不固定 那么我们就写一个点号加一个几点 但是任意的字符 加号 但是最少要有一个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给他指定这个callback callback 就是我在请求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该如何去处理 那么我们在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的吧 就是我们什么情况下 该使用这个callback 是不是我要看一下 我请求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解析这个页面啊 对不对 如果我只是去什么呢 如果我只是去获取这个图片 我只是去获取这个图片 获取这个里面的这个链接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去获取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需要去解析这些数据 对不对 说的话 我就需要给他传立一个这样的callback 为什么需要去解析这些数据呢 我是不是要去拿到 比如说这个页面下面的 它的这个分类是手艺 车身外观还是哪个分类啊 对对 说的话我要去解析啊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写个callback吧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这个callback的 那你就不能去重写这个pass方法了 pass方法 它在底下的话会自己去调用 你不能重写 好吧 这里面我就给他改个名字 叫做什么呢 pass 那个叫做 呃 page吧 叫做pass page 好吧 随便给一个啊 self点 self 不是 是那个 pise pass 那个 page 对吧 对吧 pass pise 啊 12万啊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以后啊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以后 我们啊 是不是有 如果比如说现在来到这一页 那么现在还有第二页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进行跟进啊 对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flow啊 flow 是不是应该让它等于这个处才对 对 好 给它整个等于这个处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份代码啊 就不不再是这样去写了 我这我们这个解析的这个代码 就不再是这样去写了 因为我们这份代码之前是什么呢 之前是在这个 之前是在这个页面啊 就是在 车身外观和这个中共方向 马上在这一个页面进行分析的 那么我们现在分析的话 是要在这个更多的这个地方 进行分析的 要在这个地方来进行分析 所有它的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就 这些代码就不能再去用了啊 我们就把它给放到另外一个行数当中 来 嗯 spread 把那个pass啊 这个地方随便写个 或者叫做test吧 test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就不用管它了啊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来写啊 这个里面来写的话 我们就去解析这一个页面啊 首先我们获取这页面的话 我们去获取这些图片 它是属于哪一个分类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来查看一下这个分类啊 这个分类的话 它是在哪里呢 呃 这个分类啊 这个分类和下面所有的这些图片 你看好 我把关标 我把鼠标放到这个div上面 它是不是选中了整个这个图片啊 对不对 说的话好 它这个图片以及这个标题 这个图片以及这个标题 它其实是放在这个啊 uiboss下面的啊 它其实放在这个uiboss下面的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一个个来获取啊 category cate 主要歪啊 等这个什么呢 response 点那个xpass啊 然后这个地方获取一下啊 嗯 unboss title对吧 等这个下面的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下面的这个test啊 下面这个test对吧 好 这里面再get一下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所有的那个 呃 拿到那个拿到那个标题的 好吧 好 那么这里为了啊 就是说不用去跑我们整个盘中 才要运行这个效果 那么我就启动那个 这个啊 scribe shell 那个东西来测试一下吧 好 这边可能又又复制一份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来打开下这个项目所在那个目录啊 然后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这个玩右键来在此处当个打这个命令行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sc iap scribe shell啊 不是这个啊 是要给这个链接 首先的话进入这环境当中啊 workout是那个啊 c r a w e啊 因为啊 好 这次呢 再来执行一下 嗯 规则不是可迭代的啊 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元祖的话啊 元祖当中只有一项的话 就在这后面必须要给他加一个逗号 好吧 这样的话就ok了 ok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啊 就是这个啊 右键复制份啊 不是要这个啊 不要这个 我们是要那个 呃 提取的内部代码 对吧 把这份代码把它给拿过来啊 复这份可能叫c 然后放到这边 右键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拿到这个category啊 c d e 来到的是一个空的 对吧 来到的是一个空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知道了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 这个叫做Uiboss干title的这个东西的话 肯定是不止一个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说的话他提借的是一个空的 Uiboss干title 这里的话是不是就找到很多个 这个车身外观是在下面的 对 说的话我们这里就不能说 直接去通过这个Uiboss干title去过去 而应该是通过那个下面的 先找到这个Uiboss 再找到这个Uiboss下面的那个title 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 来改一下 好 这里边来写 这里是那个Uiboss 下面的这个Div 下面的这个test category 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在整个网页当中 他叫做Uiboss干title 这个类的这个Div 它是已经有 它有很多个 有很多个 那么我们要找的话 是要找这个什么呢 要找这个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首先先找到这个Uiboss 再在这个Uiboss下面去找到这个Div 再去获取下面的这个文本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找得到的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约束说 必须要在这个下面才有啊 不是说在其他地方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得到的啊 好 然后的话也是把这份代码啊 付这份拿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 对吧 好 拿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封类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拿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封类下面所有的这些图片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图片啊 好 拿到这个图片 我们该怎么去拿呢 也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我相信大家现在是应该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啊 我们在右下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的话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哈 他的在这个叫做Uiboss干呃干con呃 这个下面对吧 这个下面他的那个Ui标签下面 Ui标签下面每一个力标签代表就是一个对不对 然后力标签下面一个A标签 A标签下面再传递这个一米标签啊 那么的话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拿去一下啊 然后是那个呃srcs啊srcs 等于这个什么呢 response点sbath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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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啊 然后是手机的话 呃找到这个什么呢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 这个盒子对吧 找到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 它是有包含的这个 Uiboss con的这个类 对吧 然后我们取取取取取这个啊 这个吧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contents啊 因为他这个里面的话是包含了很多类对不对 啊 一个空格进行空格啊 一个空格分开的代表是每一个class啊 一个叫做Uiboss 干con 干con class 一个叫做这个class 还有一个这个class 那么我们就取第一个啊 就取第一个啊 好 这里面的话就需要用的一个行数啊 叫做contents con t a is啊 就是包含什么属性呢 这个class这个属性包含这个什么呢 包含这个包含这个啊 好 然后找到这个div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找到这个div下面的这个ul标签 对吧 好 下面的ul标签 再找到下面所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力标签 对吧 所有的力标签啊 力标签 再找到这个力标签下面的什么呢 力标签下面所有的这个image标签 对的image标签啊 好 那么这个image标签的话是跟这个力标签是 呃 不是指挤子元素 是指数元素 说的话这个地方就要给你两个斜杆啊 然后给个image标签 然后再找到下面的时候呢 src啊 找到下面的是src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点get all啊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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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的话就可以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把它给提取出来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份代码啊 可能加c复这份 然后的话拿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我不ok啊 邮件 好 来for src in srcs来便利一下啊present一下这个什么的s src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所有的这个ur了 对的 好拿到所有的ur了以后啊 那么我们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去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呃 改变了对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啊t下方线把它给去掉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那个高清图片啊对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就是src s等这个map啊然后是个那么的ss的话就传进来的是一个ur啊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replace啊啊s的replace啊 然后这个地方他是把这个t下方线把它给替换成什么呢替换成一个空的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srcs那么我们最后再把它给统一转换成这个列表啊list好这样的话就拿到了那个呃转换后的那个ur对吧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种方式写over ok好吧好那么这个地方复制份可能叫c然后的话拿到这个地方来啊邮件来复制张写范啊 好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写一下啊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src 变定下吧 好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就全部都把它给踢完了吗之前是有t下方线对吧然后的话现在都这些下方线都没有了啊没有了啊 好没有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还得去对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下给他加一下这个呃琴奏对不对 前一队之前的呃这个地方是只有两个鞋盖那么我们要给他加个htvs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来写一下啊 for xsrc in srcs啊等这个东西啊便利然后是src等这个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用一个新的ur保保存用的一个用一个新的列表保存一下啊 这地方我们一看一下啊 us 等这个列表 然后for ur for src 英什么的 srcs 只要的话 url 是等这个 sr 那个 response 给 url 给什么的 url join 然后把 src给进去 把 src给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url 对吧 然后再来打 再来把 us urls.append 把 src 拼加进去 url 添加进去 这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整个一个整个列表 那么其实这部分工作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个卖款函数来完成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注视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urls 或是 srcs 等这个什么的 等这个list 这个地方写个卖款函数 然后是那么的 变的是这个地方传这个s进来 那么我们要把它给变成什么呢 response给 ur join 对吧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再传这个x进去 后面的话再给它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那个srcs进去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srcs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走一下 再来走一下 srcs 对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加了个htvs啊 对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随便选中一个啊 随便选这个 然后再来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是那张高清图片是不是就有了 就有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功能就相当是已经完成了啊 相当是已经完成了啊 其实这两个list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给写成一个对吧 可以把它给写成一个啊 就是我这个地方一步把它给一步把它给完成啊 然后的话是 response 点 ur join 然后是把这个东西给进去对吧 这样的话也是一部分一一步就可以完成了啊 一部分一一步就可以完成了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哎也是可以完成了对不对也是可以完成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部分完了 但是如果我直接这样去写啊 可能大家听不懂对吧 我分个来讲的话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ss以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創集一个itm 然后把它给反规一下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是yeld 然后是创集一个itmwitm 然后是这个category c等于这个category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image uils是等于这个srcs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高清壁纸下载的这个partule 好吧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再在走下啊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将这个里面送了这个东西把它给删掉 把他给删掉 让我们再来持续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爬中的话 如果你要爬取那个东西 可能要爬取的比较久 可能要爬取的比较久 我看一下有没有在爬 有的是吧 文静加微空 现在在爬这个中控方向旁的 那个东西对吧 而且我们打开 这个里面是不是所有的 都是那个高清的图片 对的高清的图片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等到他就爬去 我之前的话是已经爬过了 我之前是已经爬过了 这的话我就不但不等了 不等了 这个代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我是在写 我在我自己备课的时候 是已经爬过了 这个地方我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项目 看这个里面所有的高清图片 全部都把他给爬下来了 全部都把他给爬下来了 这是车型座椅 对吧 车型座椅 然后的话我们还有改装 对吧 还有改装 还有是重要特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 饱满5系的 所有的高清图片 全部都把他给爬下来了 那么这部分工作的话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给大家 做了个冰上一脚的 一个这样的起立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你其实是不是可以 发送自己的思维 比如说我把汽车支架 整个网站下面 所有汽车的 他那个高清图片 全部都把他给爬下来 是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 一项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对 你还别说 这些图片 如果你真能够 全部都把他给爬下来的话 价值还是很高的 价值还是很高的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在课程里面一定要去多多练习 好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